Hello大家好,我是迪克文文,欢迎收看战舰世界啊,今天是第600期的视频啊,也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,12月31号,那么感谢大家对吧,文文从2015年的4月12号发布的第一期战舰世界的视频以来,感谢大家的一如既往对文文的一个支持啊,那么我也是想当初最想说的一句心里话就是,你的订阅就是文文最大,你的支持就是文文最大的动力了。 那么因为前两天,用元旦文文这边事情好多,而且每天只睡4个小时,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累,那么这样天元旦对吧,今天31号录完视频我回家,然后陪父母,然后呢陪朋友,然后1号就回来了,1号的话我9点半从上海回来,差不多1号晚上我就能再继续发视频了,争取2017年不脱根啊,好了说了那么多,我们在这里啊,提前祝大家, 新年大吉吧,好了,那也是感谢我们今天的是啊,风雨神路,金牌打鼠之一题,非常精彩的一局战斗,那么如果大家想投稿的话呢,左下方有文的投稿一下,大家可以把录像文件及战绩截图啊,发到dk文文 at 126.com就可以了,今天他用的是, 是,莱伯勒希特,这不是希特勒吗,勒希特勒希特勃来,哇这名字好难念啊,就说是勃来啊,勃来,那么呃,文文在上一期视频也在说啊,德区不建议大家练,因为我觉得他的综合能力是会比较奇怪,其实德区我觉得他属于雷区的那种啊,他属于雷区,而就雷有点偏向于日区那种, 但是的话,日区可能是远程雷,雷区啊,他是一个近战雷区多,那么带近战的一个功能,如果他以,大家以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,那就会比较好啊,比较好,但是现在我,我们还在研究这到底这个德区是,应该怎么玩,对吧,好了,这里是亮了一个尼古拉斯,然后呢,这边啊,是五门五根管子啊,两根管子在转,这是三门炮骑射,而且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,可以卡住他们的视野,对,这个走位很骚气啊,在这里的话,敌人 先驱动过来,我们就是一个打侧面,他的话一点办法都没有,一半多的一个血量,这里的话,可以考虑减减速吗,还是往前冲,对面后面的话,是有一个鼓音在这里,啊,烟雾一拉,这个是消点了,这里的话,开个声纳看看,哎,没有,想办法要雷吗,是上去雷他呢,还是怎么样,看看8.5公里的,哎,这个化碳是被点亮了,应该是法拉格特吧,应该是法拉格特吧, 法拉格特应该是,这谁亮的,应该生的,生的,4.4.5公里,好的,该你说,拜拜,漂亮吧,带走了,这里还有一个鼓音,但是的话,鼓音马上就要禁烟,禁烟的话,我们就可以消点,有机会消点,好的,禁烟雾直接是把点消了,那么开着水瓶啊,直接往前冲,得驱在这种情况下,就是驱逐居多大家,富拉烟的这种情况下,只要有烟雾的掩护啊,他在这里面的话,是如鱼得水,非常非常的好, 对面这里的话,是盖死,恩斯特,哎,但是恩斯特的话,他也有生啊,哦,我们这边是,把他点亮以后,才把我们点亮了,这是雷了一波,古鹰也是在减速,两波雷,那么这的话,只要把驱逐打死啊,基本上他的生啊,就会消了,古鹰就不是大问题,而且古鹰单,单炮管,他的一个伤害并不是很高,只要把,盖德带走,漂亮,队友是,法拉格特把他带走了,但我们这里的话,一路到船,这波雷应该是不会吃, 古鹰的话,吃雷了,赶紧索白白,漂亮,又是把他带走了,哇,这一波这里的话,对面的一群羊两去,就直接全部死完了,这非常非常的转,然后对面的扶桑要过来,然后这一边的话,应该是另外一艘战略啊,已经是跑了,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用处,这的话,扶桑马上就能看得到了,这里的话,稍微秒高一点,对,这样的话,炮管就能,哪怕炮弹的话,就能飞得过去,但是的话,哎,这个上层建筑能这样穿吗? 你看,扶桑的船,对吧,商城建筑多,但是他小配件很少,所以说的话,也会,有时候想要就是说是,呃,点着,或者是打伤害就会比较难,但这个的话,我们前面蹭了一波烟以后,现在自己又有一波烟,可以无脑洗他,而且的话,鱼雷还有装填二十几秒钟,德区的话,雷,雷速装填是非常快,所以我一直在想, 德区套路到底该怎么玩,德区的套路到底该怎么玩,那现在还在研究当中,还在研究当中,那我们可以分两种来,对吧,一个是,练级之路好不好练,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顶级,实际船到底,好不好用,这有两方面,对吧,记得以前的话,大和,对吧, 反正大和的话,一直说出云坑,但是大家也在练大和,对吧,因为大和是非常强的,虽然说出云坑,对吧,也就坑一下而已嘛,所以说的话,这个作用还是会不同的,对面的扶桑是消点了,我们家的驱逐舰应该是,哇,兄弟啊,你们都是这样洗,那只有靠蒙射了,只有靠蒙射了,这个扶桑就这样消点了,扶桑亮了,哇,一颗鱼雷应该吃吧,好的,吃了一颗鱼雷,进水加着火,他这边应该是想要加速走了, 烟雷应该是要消了,对,烟雷消了,1分50秒,烟雷就要消了,哦,夸射夸射,漂亮,一千零二十,散步渣啊,这个时候就要喊起来,散步,哦呦,那边什么纽约11点,哇,这个时候打我们不讲道理啊,这个,这个扶桑估计应该是要跪在这里了,你看,AP伤害的话就,打侧身,对吧,还好,一轮一千多,打到上层建筑有伤害,打到那个舰体上的话就是碎蛋, 啊,这个就是完全的碎蛋,一点办法都没有,现在已经连续碎了46颗蛋了,哇,蛋都碎完了,哇,漂亮,该你一锁,拜拜,带走了,那么,现在的话,我们这里是,一波出来,队友也是说,得个驱身猛,其实,这个在使用,其实得驱身是一个技术, 就像英雄一样,就说你要掌握一些驱逐的翘领,对吧,那么才可以,才比较好,就对游戏的理解程度要比较多,如果是新手的话,真不建议大家连续,那么多驱逐剑,对吧,美系也好,日系也好,这种那么多都能用,不建议先连续,因为他这种主动型的技能啊,对视野的把控啊,还有对距离的判断啊,这些的话都很重要,我们这把速度加快点,对面是一个纽约, 这的话就是,直接就是冲连冲纽约了,那我看你往哪里跑,这的话就无限洗他吧,看看他的HE的一个伤害,点着一把火好大,而且你看,打纽约的话就很难呢,废话,七级船,打五级船,对吧,再不疼,这个怎么玩嘛,我们家航母的鱼雷机,也开始要搞他了,哇,鱼雷机,看他进不进水,应该进水了吧,损管看,交交交不交,三二八,三三三, 啊,没有,这个话,他好像是点这里,说说感觉他要内牵,对吧,甩他鱼雷,这个话不开炮,因为前面的话,炮管看着我们,你这怎么能,下开炮呢,现在的话是,直接啊,我鱼雷,没看到我,那为什么不开炮,我前面,我前瞄了眼,我以为他是炮管看着我们,我跟着花蛋看,没有看吗,直接就打了呀,对吧,光什么嘛, 哇,纽约撞山了,看看鱼雷有没有机会中,哎,这一波剪提前量的鱼雷可以,这波洗他就行了,纽约才转炮塔过来,马汉也要过来,而且的话,有个好习惯,就大家在拉烟的时候,可以在四分之一档再往前看,因为,就说你这样的话,烟雾范围会比较大一点的吗,你的一个活动的范围也好,跟你说,拜拜,漂亮一颗鱼雷,还有一个马汉, 而且的话,那个德区的炮啊,他的一个炮,弹速是比较快,但是他的炮物线起了怪的,就出了名字很高,不知道为什么,哪怕用C52的话,我感觉也是有,就感觉是毛巫斯的弹速,然后再加上,哎,该你说,拜拜,哎,没死,四半多点血,啊,对面的我们家的法拉格特,又抢一个人头,哇,我们家,哦,好多法拉格特,我们家有两艘法拉格特,已经四个人头了,弟弟啊, 啊,海怪啊,这个话,再往前蹭蹭烟,对吧,把这个笔点站下来,那基本上的话,我们就可以雷,雷,雷击国王去了,对吧,国王8.5公里的鱼雷,这个位置应该是差不多,他外切跑的话应该不行,对面的航母也在这个方向,赶紧进烟雾,对了,哇,国王要是外切的话,这个就没事,而且航空飞机都在头上,我们阿玛哈没在烟里面,他应该就会到阿玛哈了,这个国王, 国王想要点凉会有难度,而且的话,哎,刚刚说完,这个应该是阿玛哈吧,阿玛哈开出去了,那直接是两波雷,8.5公里的话,当心一点,对面这个航母不会是,要忙雷,忙雷吧,没有,没有,没有,吓死我,吓死我,他这的话要去雷击奥马哈, 这的话,也是帮不了他,他是进烟雾还好,对吧,不进烟雾,这个就有点尴尬了,哇,国王这边还要搞他,哇,左边一波交叉雷, 胖马哈吃雷吃的爽了,哇,天啊,天啊,残残残残残残,光这里还可以洗他,而且的话,他是减速啊,那么减速的话,这一波,对吧,鱼雷就会很嗨了, 哦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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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鱼雷,看鱼雷,鱼雷,来了,吃一颗,进水,我觉得德区好的驱逐剑,鱼雷,进水,概率也不算高,他主要是装填快,主要是装填快, 这的话就打过稳一点,就在夜里洗,慢慢的洗他,而且的话,我们分数已经是接近到了937分, 关键,而且是德区是翠,哇,我怎么怎么说啊说,我就想说德区不好呢,那的确啊,这个是他的劣势, 的确是他的劣势在这里,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,但是的话,他的优势是要靠人去打出来的, 对吧,比如生娜这种,他烟雾还是比较短,但还好,不像是那么短, 哇,国王这里,他点一处火,漂亮,火一处该理所,拜拜,哇,最后分数到了, 武杀海怪到手啊,那还是不错的,对吧,主要是有武杀海怪, 好了,那因为他这个是没有战绩截图,但是武杀海怪的话, 把德区运用的还是非常不错,如果大家有好的德区的录像啊, 给文文推荐的话呢,也可以发到文文投稿箱,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, 感谢大家收看,我们就下期再见了,拜拜。